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遠就是我們講 不是言語像 不是文字所能表達的 也不是概念所能知道的 不能假借言說說明 但世尊說 但世尊不說 雖然不能夠說 不能夠用原理來說 但是如果不說 就永遠不可能知道 但世尊不說 世界極無佛法 這個世間就沒有佛法了 就大家都不可能得解脫了 所以世尊值得以言說 我們把導師關於法界等流的這個 那麼來稍微平擺一下 相似相近的 把他 所以這個流就是流出 等流出 就是相近相似的 相似相近的 把他說出來 相似相近的 把他說出來 這個叫做等流 那麼當然 一般我們叫做平等流淚 一般的解釋叫做平等流淚 就是相似相近的 然後把他說出來 把這個諸法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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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世間 就是跟這個諸法實相相近相似的 世間語言 但不就是 這個諸法實相是連演與相的 所以他只能用這個世間相似相近的語言 把這個諸法實相相 把這個諸法實相說出來 那個叫做法界等流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麼這樣我們就比較清楚 這個名詞到底在說的是什麼 成為 成為與法界 這個法界 就是諸法實相 成為與法界 平等流淚的佛法 那平等性就是相似相近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法界等流 好 那這裡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導師引用所謂的 色大聖論裡面的 他說法界等流的文訊息 那麼這個在色大聖論裡面 他也有講 因為他就是說到 說阿拉雁 他從來沒有過無落的初世心 那麼這個初世心是從哪裡而有的 他說就是從最親近法界等流 最親近就是指佛了 佛所證物的諸法實相 叫做從最親近法界等流 正文訊息總之所生 好 那麼我們把這個色大聖論的 色論的文 這個文 然後導師的解釋 色大聖論 前面有一個文 那文是文什麼呢 文說就是我們剛才講 就是說這個阿拉雁 阿拉雁是雜染的 從來沒有過無落 那這個心 因為他是說種子 那這個心到底是 這個初世的無落心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他說 從最親近法界等流 他原文是這樣 因為導師這裡是 依法界等流的文訊息 從最親近 最親近是指佛了 佛是最親近 最親近法界等流 正文訊息總之所生 就是佛證物的諸法實相 那因為大聖講 佛所證物的跟身文 圓解所證物的 其實就是 就是還有所謂的 究竟不究竟的問題 從最親近法界等流 正文訊息所生 正文訊息總之所生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行佛性 禮佛性就是一切法空性 一切法空性就是 一切法是無自性空 因為一切法無自性 所以理論上 每一個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 因為不全定 一切法空性 比如說這間法是空的 那麼既然是空的 什麼東西都可以翻進來 所以這個 因為無自性 因為空性 所以一切眾生 都有成佛的可能 但是成佛不成佛 理論上 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 但實際上 不是一切眾生都能成佛 為什麼 因為有修行沒修行 像我們就沒有 還沒成佛 那麼釋迦佛已經成佛了 但是還有很多人沒成佛 為什麼 有修學跟沒修學 有修行跟沒修行的問題 那修行到 修行到一個層次圓滿究竟 才有可能成佛 那這個就叫做行佛性 好 那麼這裡 因為這裡引了兩個 一個是 他講維斯基斯大神論 從最親近法界等流 正文熏習 種子所生 那導師這裡就講 法界等流的文熏習 正文熏習 種子所生 好 那我們看一下導師的解釋 他說 他說 親近種子的來源 是正文熏習 就是 最親近的 那麼解脫也是一樣 親近種子的來源 就是我們天文佛法 文思 那麼這些就成為 我們行佛性的種子 那禮佛性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但是就是說 行佛性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你開始天文佛法 那麼文熏習 那麼他說 正文熏習的來源 這個是正文熏習 但是這個正文熏習怎麼來的呢 正文熏習的來源 正文熏習的來源 當然就是聽佛說法 那我們把這個再跟這個對照來看 就會比較清楚了 印象就比較深了 那什麼是法界等流就清楚了 正文熏習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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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们有说过 这个最亲近 最亲近是指佛 那法界是诸法实相 就是佛走证物的诸法实相 那等流 就是佛所说的法 诸法实相离言语相 没有办法用言语说明 但是又没办法不说 所以就只能用世间相似的 把它说出来 所以这个叫做听文 其实简单讲就是听文 佛说怎么得解脱 比如说佛告诉我们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虐盘其境 那么告诉我们这个无我 但是这个你要怎么去观无我 那他所证物的诸法实相 其实是 因为我们世间的语言 都是就这个世间有的东西来说的 这个世间有这个东西 我们才施设这个语言 比如说这个有菊花 我们就把这个叫做 给它一个名字 再把这个叫做菊花 把这个叫做佛像 那把 比如说有这种水果 我们就给这个水果一个名称 假设没有 我们是没有那个名称的 那么涅槃或是说 这个出世间的东西 这个世间是没有的 但是为了让你能够得到解脱 能够振入到这个世间 见到知道世间没有的东西 叫做诸法实相 又叫做法界 那么只好以世间的语言 就好像以前 五十年前 这个台湾没有榴莲 那么要告诉你 泰国有一种水果 那么吃起来臭臭的 然后形状怎么样 只能用这里 你所知道的给你语誉 让你大概了解大概是什么 但是它不肯定就是那个 所以这个叫做等流 就是相似相近的 相似相近的 那么这个基本上是所谓的等流 好 那说听文 其实简单讲就是听文佛说法 那三圣圣法 最清净的法界等流 正法 三圣圣法 那由这样 那么才有所谓的解脱 三圣圣法 从此生 这个是应孙导师 在四大圣圣里面的 说这个解释这个 最清净法界等流 郑文勋总之所生 从此生 从此生的法界 意思就是三圣圣法 从此生的法界 是本性清净而离难显现 就是你要离去烦恼 那么或是离去我直 你才能见到无我 所以叫做清净法界 他说四尊因悲心的激发 就渡一切苦恼有钱 就从内治症的清净法界 就从内治症的清净法界 就是四尊所证悟到的诸法识相 诸法识相是 这个法华经所说法 那基本上就是无我无我所 清净法界 用上巧的方法说出来 这虽不就是法界 但却是从法界流出的 言语所说的不就是诸法识相 言语所说的不就是诸法识相 这虽不就是法界 就是 不是就是 神说的不就是诸法识相 那却是从法界流出的 但却是世尊从所证悟的 我们叫做从证出教 却是从法界流出的 是法界的流泪 并且也还是平等相识 他说平等相识 所以叫做平等流泪 众生听此清净法界等流的影像教 也就熏成了初次的清净心肿 好 那这个我们可以去 把这个词到上面擦掉 也还是 我们把这个写在这边好了 这边看不到 并且也还是 并且也还是平等相识 众生听此 众生听此 就是清净法界 法界就是诸法识相 清净法界等流的影像教 也就熏成了初次的清净心肿 所以这个就是行佛心肿 这个行佛心就是由于这样的熏悉 那么才有成佛的可能 那我们把这两个拿起来看 大概对所谓的法界等流就会比较清楚 好 那他还有两种 一种叫做佛的来看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所谓法法经佛种重元旗 这个是因为他前面说到 唯士者就色大圣论法界等流的文宣传 就是行佛性有两种 两种批评的 好 就是依这个色大圣论法界都是一样的 讲的是一样的 那么好 这个佛种重元旗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叫做行佛性 以佛性 从元旗 这个是行佛性 他是这样解释 他说拜佛 战佛念佛 这个都是帮我们理解法界等流跟行佛性的 拜佛 战佛念佛 种种的这些修法 我们有很多 各一三宝之后 修戒修定修六度修四色 种种 那么这些都是元 就是佛种重元旗 这些都是元 由这些元渐渐兴息 由这些拜佛 赞佛念佛 布施慈建 种种这些元渐渐兴息 渐渐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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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熏成佛的总性 这个就是所谓的佛种从元起 好 佛基本上有两种 这是佛 有两种 除了这个所谓的法界等流 还有一个叫做大悲等流 就是从大悲心 那么因悲心的激发 还有所谓大悲等流 还有大悲等流 那法界等流性就是智慧 所以智慧跟慈悲的圆满就是佛 那法界是诸法实相 正悟诸法实相 就是最究竟最清净的智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有大悲 那简单的说 从真智慧开展流出相似的教法 简单讲 刚才讲了那么多 我们简单讲 从真智慧 真实的智慧 就是诸法实相的智慧 就是诸法实相的智慧 开展出相似的教法 开展出 所谓的开展就是所谓的流 流出相似的教法 我们再把它简单来说 就是这样 这个 从真智慧开展出相似的教法 叫做法界等流 那大悲等流 从大慈悲 展现出相似的悲怨 也叫做流 展现出相似的悲怨 这两个 从法界等流到悲等流 然后从真智慧开展出相似的教法 从大慈悲展现出相似的悲怨 然后引领契路佛陀的本怀 引领契路 引领众生 那么契路 这个是佛陀佛陀的本怀 佛陀的本怀 和教义的核心 及教法的核心 这个是 一顿老师在这个 佛法是救世之观 里面说的 那么这个可以帮我们理解 这个佛的所谓法界等流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是等流 什么是法界 什么是法界等流 那么也 让我们理解 这个所谓的行佛性 就是透过修行 而能成佛的意思 你不修行 你是不能成佛的 那么从理佛性来讲 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就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但并不就是一切众生就是佛 或是就可以成佛 不是的 那么可以成佛的一开始 就是从文勋洗 听闻佛的教法 而这些教法并不就是诸法实相 但是它可以引领你契入诸法实相 其实是这样 这个我们就到这里就应该是对这个法界等流 文勋洗这种东西 佛种从缘起 行佛性 这种会比较清楚 好 它这里讲到 所谓无性而缘起 缘起而无性 佛在做道场 做道场 一般所谓的做道场就是要成佛 要成佛之前就在那边要成佛之前就做道场 就是这样的通道 官无名等如虚空无尽 它这个是大波勒经 它的原文是说 官无名如虚空无尽 然后官行 就是从无名行 是名色六路处受爱取有 生老病死 幽悲劳苦 如虚空无尽 它很多文 官无名如虚空无尽 官行如虚空无尽 官事如虚空无尽 一直到官老病死 幽悲劳苦 如虚空无尽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生死的轮回 是从无名行 是名色六路处受爱取有 生老病死 幽悲劳苦 那么这一些其实也都是缘起的 无名也是因缘合合而有的 根尽是合合生处 那么有无名起无名 那么起烦恼 那么这一些都是缘起的 那所以那么它也是无自信的 如果无名有自信 那我们就不可能解脱了 所以它也是无自信 那无自信就是这里的说法就是 如虚空 那想如虚空无尽 他说如是官 中间是有这样 如名行四名色 讲到最后 如是官 如是官查十二远起 远离两边 就是远离弦线 藏跟断的两边 四诸菩萨不共妙观 所以如虚空无尽 那么就是无名 这一段文是这样 怕大家不是很清楚 这一段文是这样 这大波勒金里面的 这是大波勒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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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 官就是官查 无名 因为远起 所谓的远起 因为远起 从远而起 远起是无名形式 生死的远起是无名形式 明色六处处才所 所以它是官 无名 如虚空无尽 其实就是无名也无自信 烦恼也无自信 虚空无尽 因为这里在讲远起 佛种从远起 那么无名 行 这个是十二远起 十二远起 十二远起是无名形 是 明色 六路 出 受 爱 取 有 生 老病死 幽悲老鼓 爱取 有 生 老 老 死 老鼓 老鼓 这个是十二远起 然后 它说 以下都是一样 如虚空无尽 这样 那么 如是观察十二远起 那么 远离两边 这样观察 十二远起 就是在这个文底下 那么它那个等 就是无名形 四明热六处出说 爱取有 生老病死 幽悲老鼓 那都观 全部都观 如空 都是无自信 空 所以它这里就是 无虚空 无虚空 如是观察十二远起 远离两边 就是没有 两边就是错误的 禅跟断 有跟没有 远离两边 四诸菩萨不够妙观 那生文不是也见缘起吗 那么 那么基本上 就是说 无我 这个就 这个就牵扯到 所谓的 我空跟法空的问题 那变成 这个无名形式 明色六路出 这个变成是 所谓的法 那么就是 一切法 皆无自信 都是空的 依此而成佛 佛也就依此而说 一圣 那么说一切众生 有佛性 这个是行佛性 因为你佛性说 一切众生 都有佛性 因为前面讲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无自信 因为空性 那 就是 空性 并不能决定 你成不成佛 就是 一切法都是空的 一切法无自信 但是一切法无自信 你有成佛的可能性 但并不决定你成佛 成佛不成佛 要有你的缘 那你的缘要从正文熏悉 对佛法 对无我 有深测的体悟 那么所以 或有或无 大圣法种 是菩提心 发菩提心 以菩提心相应的一切功德 就是行性佛性 那么 这个 能不能成佛 那么 如果从 从这个大圣 跟小圣来说 那小圣也还没成佛 那大圣之所以成佛 是有菩提心 所以以菩提心为因而有成佛 法伐经的佛种从原起 就是约菩提心种说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 拜佛 战佛 念佛 那么你念佛 就是要跟佛学习 策发信念 相信佛是最究竟的 相信我可以成佛 而且我愿意跟佛学习 我要成佛 那从这个就是菩提心 由这里才开始 开始修学 那么成佛的法门 那么行菩萨道 那之后才有成佛 这件事嘛 所以说 佛种从原起 这是约菩提心种说 那么 如在从前大通至圣佛法会中 发菩提心的 有些人是退休小圣 那这个在法华经里面 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理解一下 因为有些人不一定读过法华经 那读过了也可能是忘了 所以大通至圣佛 老师这里有很多法华经的东西 好 这个是在化成余品 娃娃经的化成余品 他说如在从前 这个是娃娃经的化成余品 化成余品就是很有名的 这个三百里跟五百里 那生文的 生文的这个涅槃陈是化成 还没有旧经 只有三百里 还在左连百里 那 他是这样的 大通至圣佛 我们先来理解这个大通至圣佛 大通至圣佛 那他的国名号称 国名号称 好称 那这个 杰明大象 像我们现在这个杰明叫做贤杰 过去是 过去是新秀杰 未来是新秀杰 现在是贤杰 过去是庄严杰 那 这个 这个 这是 这个年代的名称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这样 那叫做杰明 那他的 他的国土 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国土名极乐 那湘基国什么国 这个国的名称 国土的名称 是好称 那这个杰的名称 那个时代的名称叫大象 那时间 他的寿命 那么寿命有 五百四十万亿 那由他 那由他 那由他到底是 到底是多大 这个其实 经典讲的不太一样 那如果是一 反正就是 如果一这个名称来看 他是所谓的多到没有办法数 那 他也是一大数的里面 如果一据舍论是一千亿次 那由他 那如果一菩萨论就不止了 就死了三十七次方 反正就是很长一长的时间 那么 他是在离释迦佛所谓的成点节之前 成点节前 成点节前 成点节是一种很大很大的数目 成点节前 就是离现在有成 离释迦佛有成点节那么远 那 这个多元 他是说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国土 都把它绞成灰尘 那每一个灰尘在一千一百个 我看算 在一百个国土 或是十个国土里面 就把它点一点 就十个国土里面点一点 十个国土里面再点一点 就把大千世界都绞成灰尘 然后把这个灰尘在每十个国土点一点 那全部点完 再把这一些 因为 第十个国土有点 前面几个国土就没有点 那继续就成了十倍 再把这些国土全部再弄成灰尘 一个灰尘是一点 就一节 那有这么多节 这个太多了 没办法想象 就成典 其实这形容很多 成典节前 那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 大通至圣佛的特点 其实它就讲 有一点点像现在东方阿处佛 西方阿弥陀 以及现在的释迦佛 很多佛 它就是大通至圣佛 有十六个王子 十六个儿子 这十六个儿子都出家 就撒民 那么当时是教大圣佛的 因为它这里讲 大通至圣佛 寡慧中发普提心的 有些是退休小圣 但是 我们先讲这个大通至圣佛 这个 大通至圣佛 十节做道场 后来天人 十节里面天人都供养 后来十节之后成佛 十节之后成佛之后 他有十六个儿子 都来 那么也 这个都出家做撒民 这个包括阿处佛 东方阿处佛 西方阿弥陀 还有释迦佛 这三个都是 当时大通至圣佛的十六子之一 这是法华星说的 这个十六子做撒民的时候 这中间 比如说东方阿处佛 现在比较多的 就是东方 这个是印度 总共有十六个 然后这个西方的阿弥陀 重点是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的释迦佛 释迦佛 那么 那么当时 这一些都是做撒民 都出家 那么有很多 那释迦佛当时 撒民也说法 说菩萨法 那么当时有很多人 就释迦佛说的 当时很多人也都发普提心 都发普提心 听闻这个释迦 当时他还不是释迦佛 当时他只是 这个沙咪 这个大洞自圣佛 儿子的沙咪 发普提心 那么他说法的时候 很多人都发普提心 那么这个发普提心的人 包括 就是说 现在的舍利佛 穆坚林 这些佛弟子 就是 现在释迦佛身边的这些生文 其实都是当时 陈典杰以前 在这个大象时代 好成国土里面发普提心的 但是后来 后来 后来是怎么样呢 后来是大洞自圣佛 灭渡之后 那么这些人忘了 不知不觉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看 他说 习为沙咪说法时 那么这些听法的人 皆发普提心 那佛灭渡后 不知不觉 菩萨所行 至于所得功德 生灭度想 他是什么 佛灭渡后 就是这个佛还在的时候 那么现在这些人 现在这些都成佛了 但是当时他还是沙咪 他说法 那么听法的人都发普提心 不过 不过这个 他说 不知不觉 佛灭渡后 不知不觉 就是对于他曾经发的菩提心 遗失了 不知不觉 菩萨所行 忘记要行菩萨道了 至于所得功德 生灭度想 这个这里就是说的 就是说从前在大通至圣佛法会中 发菩提心的 有些人是退休小圣 说的就是这个 如亲友的为他系上无价宝珠 他竟不觉不知弄得贫困不堪 那么一切自愿 其实一切自愿 就是菩提愿 有在不失 这个其实是他讲 这个是另外一品 叫做受祭品 说的 我们来看 这导师你用法华经的 他说一切自愿 其实就是一切自就是佛了 要成佛的愿 其实就是菩提愿 其实因为他过去 其实有发这个愿 但是后来忘记了 但是虽然忘记了 那个愿还在 那个愿其实还在 那就好像这个 这个猪还在一样 他说在醉酒时 亲友为他系上无价宝珠 如在无名生死中 欲佛菩萨的化导 而发菩提心 这个经文说 佛亦如是为菩萨 为菩萨使教化我等 令发一切自心 而寻废望 不知不觉 得阿罗汉道 自未灭度 那这里 他说 有人解说 戏诸为本有佛性 与经义相比 因为现在在讲行佛性 因为修行而成佛的 所以他说 有人解说戏诸 就是法华经这个戏诸的比喻 有一些大德 那么说 就是戏诸是本有佛性 不是的 诸不是本来有的 是后来把它别上去的 那好像是 我们修行要成佛这个行佛性 是天文正文训习佛法才有的 那就当我们天文正文训习 发菩提心的时候 当我们天文佛菩萨的教化 而发菩提心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好像把一颗诸系上去 那不是本有的 那有人解说本有 就是古代的 那比如说 那个汉山大师 那么他解释这个戏诸 就是解释本有的 还有一些 就是解释法华经 我解释 在解释人员经的时候 那么讲到这个戏诸的比喻 好 所以这里提到 因为本有佛性 其实就是礼佛性 那行佛性是连起的 是以后来才有的 你有发菩提心你才有 你没发菩提心你就没有 是从这边开始的 那么行佛性 是从发菩提心开始的 从大圣来讲 是发菩提心开始 那么那么发菩提心 你怎么知道要发菩提心 从听闻佛说法 发菩提心的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说从正文学习 好 他说发菩提心就成大乘法器 能辗转出身 无边功德 因为你发了菩提心 你就要怎么样 菩提心就是菩提愿 你开始就要因愿修行 比如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法战比丘的时候 一世之在王佛 听了之后 他要像世之在王佛一样 他就发了48元 那么开始行菩萨道 一样后来称佛 所以从菩提心开始 那么能够行菩萨道 那么积功累得 那么所以就是辗转出身 无边功德 就开始积功累得 医院修行 他说所以十地经 十地经及大吉经 都以菩提心为宝珠 那么这个十地经 指的是华元经 入法戒品里面 如果我们查这个经典里面 就是华元经的入法戒品 他把菩提心比喻成非常多种 非常多种例子 那么其中有一种就是 或者是薄泥宝珠 或者是他进水珠 进火珠 注水珠 大龙珠 水亦宝珠 这个就是比喻成种种的宝珠 这个是华元经的入法戒品 那么大吉经是大方等大吉经 那么也是比喻 那么菩提心为宝珠 那么大吉经 大吉经是这么说 我们就把这两个也写一下好了 那么导师举的这个十地经就是华元经 十地经就是华元经 他在入法戒品里面 他说到这个 他有比喻补提心 他有种种的比喻摩尼宝珠 进水宝珠 注水宝珠 这种种 摩尼宝珠 或是进水注水大龙 进水宝珠 就是金融 他是种种的宝珠 那种种的宝珠 就是有种种的功用 进水就是能够澄清浊水 能够灭烦恼 那么注水就是能够注生死寒 不被淹没 这叫注水 能够随意宝珠 就是能够除一切苦 那大龙宝珠就是不为烦恼所害 大概是这样 那就是这个是十地经的 那大吉经 好 我们可以这么说 大吉经 我们也写一下好了 因为导师有引用 我们就把它引用的 把它写出来 那我们会比较清楚 他在讲些什么 大吉经 大方等大吉经 原名是大方等的意思就是大神 大方等的意思就是大神的意思 大方等大吉经 那这个也写一下好了 那这个也写一下好了 浸水,我們把這個寫一下好了, 沉漆, 濁水, 滅煩惱過, 注水,就是注生死汗, 大龍寶珠,就是不為煩惱所害, 隨意寶珠,能除一切苦, 大方等大集結,他是這麼說, 他說,如盡寶珠,降者著夢, 降就是公降, 降者著夢, 降者著夢, 價值無量,人受尊重, 菩薩觸發普提心, 修即善法多聞思維, 觀察法界盡於初心 初心寂靜 成行為諸佛菩薩紀念 即便獲得靜 印 三昧 那這裏底下還有我們就不寫了 發點 那麼發補提心 四明保住 那前面就講 這是他的原文 因為他能夠獲得靜 印 三昧 什麼是靜 印 三昧 他底下有講 能夠獲得靜 印 三昧 靜 印 三昧就是成就種種功德 因為太慘我們就不寫了 那麼因為這樣就開始修起種種勾德 那麼所以從這樣來講 發補提心 初發補提心 那麼修起一切善法 種種功德 那麼之後成佛 所以從這個來看 從成佛來看 那麼從發補提心而成佛來看 發補提心是寶珠 那所謂的寶珠 一般來講 模擬寶珠就是 這個寶珠能夠隨意要出生什麼功德 就有什麼功德 有點像那個神光山的聚寶本 就放進去 他就會一直生出來 那麼你以補提心 那麼就不斷生出種種的功德 修布色慈戒 六度四色 就種種來自於十八部共法 就種種的功德都出現 所以經修至而原成佛的果德 這樣的行性佛性 依經所說略有二位 就是行佛性 佛性分成 禮佛性跟行佛性 行佛性再分兩種 叫做性種性跟習種性 那他是說 這是說起初以見佛文法為因緣 發大補提心 薰其成大聖佛性 如下種一樣 名性種性 所謂性種性 基本上就是發補提心是性種性 補提心發起之後就不會再失去了 永為成佛的因緣 一般我們叫做一路到心 就是那麼永為到種了 就是永遠成為成佛的因緣 不會失去 就普提心不會失去 那如法伐經的系諸欲所說 那這裡是在講兩種 兩種行佛性 一種叫做性種性 一種叫做習種性 性種性就是從發菩提心來說的 那習種性就還要經過不斷地修學 他說性種性不能說是 就是行佛性裡面的性種性不是本有的 本有的要理佛性 那個事才是本有的 就有點像今天來講 理疾佛 因為是一發心訓習而成的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發心 所以有的有 有的沒有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 所以是一發心而訓習成的 法界等流的文訓習 其次有了菩提心種 依這佛性而漸漸修發 使佛種的清淨功能 由下成中 由中成上 大盛的功德盡人 不斷地熏洗而增盛起來 名為習種性 所以行佛性 佛性就是這樣分 如果是這樣來看的話 以佛性跟行佛性 行佛性 性種性 習種性 性種性就是發菩提心 我們可以講發菩提怨 這個醫院啟修 這個醫院啟修 可以這麼說 所以這裡所謂的性種性跟習種性 性種性就是你發菩提心 那菩提心怎麼來的 從文訓習來的 從天佛說法知道要發菩提心 發了菩提心之後不斷地修學 漸漸漸漸漸原成 所以他說漸漸修學 如果從大盛裡面來講 從粗地到惡地 從惡地到山地 從山地 一直到一生補助 那再往前講 從粗性到惡性 十性 十住 十寝 十回向 一直到十地 等節 妙節 就漸漸漸漸增盛起來 這個是習種性 等到久久勳修 引發無漏的清淨功德 那就不但是佛的陰性 已經分得佛的體性了 就是到了粗地 或是到了七地得無聲法人 正得諸法實相 我們叫做一分一分 漸漸跟佛越來越像 就是有佛的功德 一般我們說 端一分如明 正一分法性 那一直到等絕 到十地基本上 一般十地就是 已經相等於佛了 但還不是佛 到等絕就決定 下一生就成佛了 所以他從已經分得佛的體性了 以示法空性 雖凡勝亦如 法空性 因為禮佛性就是法空性 這裡講 這是一切法空的 這是法空性 他說雖凡勝亦如 不管是凡夫勝者 那麼都一樣 那麼眾生界 菩薩界 佛界 這個是死法界裡面 菩薩 佛 生文 元解 乃至於六道 眾生界是六道 還有菩薩 還有生文 元解 佛 我們講死法界 如果這樣來看 如果這樣來看 我們就插掉 眾生界 菩薩界 但是 其實生文裡面也有 之前我們講死法界 六凡四聖 但是生文因為沒有發菩提心 那凡夫有發菩提心 就發了菩提心 但是生文之前也發過菩提心 他忘世了 就第一 惡鬼 第一畜生 惡鬼 這是三二道 阿修羅 或者把阿修羅算去 叫做四二道 人 天 這個又反是眾生界 那四聖 身文 元解 菩薩 身文 元解 菩薩 那道士是講眾生界 菩薩界 佛界 但其實還有二聖 二聖也曾經發過菩提心 但是他有可能 就是從法空性來講 其實一切眾生都有 所以凡聖一如 眾生界 菩薩界 佛界 甚至我們把身文元解界寫進去 平等平等 就死法界都一樣 就死法界都一樣 平等平等 在佛不爭 在聖 在聖不爭 在佛不減 在佛不爭 在聖不爭 在反不減 而成佛不成佛 還要帶修喜來分別 所以禮佛性是一樣的 行佛性就不一樣 行佛性裡面又有分 所謂的性種性 習種性 性種性 發的菩提心都一樣 但習種性就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實性 十度 實性 實惠下 就有一般來說 一大聲來講 就變成五十二個階位的差別 所以還要帶修喜來分別 赤佛心發了菩提心 這個是性種性 是否一補提心種 不斷熏習增長 這個是性種性 那麼這兩個都是行佛性 如不修喜 凡夫還是凡夫 如能依大聖而君修 那不問是誰 一切眾生的佛果 都是可以成就的 好 那麼這個是 因為這裡講到所謂的佛性 那有禮佛性 行佛性 那這一部分我們比較不熟 所以又有所謂的法界等流 那麼這一些我們比較不常聽聞 所以有時候會 論不清楚他到底要講些什麼 不過這樣應該是很清楚了 發心明菩薩 眾生之善受 事出事功德 稀有菩薩有名 好 這個禮也很有名 大聖經典裡面常常都有這麼說 他說約一切法空性說 這個就是禮佛性 一切法必盡空 一切法空 一切眾生有佛性 但並不因此說一切眾生是菩薩 因為雖然一切眾生都可能成佛 這個是禮善說 但是說菩薩 一切眾生都可能成佛 但沒有說一切眾生都是菩薩 要發菩提心 所以是從什麼 從行佛性來講 不是從禮佛性來講 因為禮佛性一切眾生都一樣 有講的你沒講 這是從禮上說 一切法無自信 所以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但是成不成佛 要看行佛性 不是看禮佛性 禮佛性大家始法界都一樣 但是為什麼那麼大的差別呢 要看行佛性 行佛性的最初其實就是發菩提心 所以有發了菩提心 你就開始 要先發菩提心 然後才會依菩提心意願起修 所以要先有 就是在禮佛性的基礎上 要先有信種性的佛性 信種性的行佛性 然後才會有 信種性的行佛性 是這樣子的 所以說 並不因此說一切眾生是菩薩 我們說過菩薩是菩提煞諾 是發菩提心的 永遠求菩提的友情 永遠要成佛的友情 所以沒有這個發菩提心 就不叫做菩薩 你過去雖然也發過菩提心 現在忘失了 那麼也不是菩薩 所以他必須還要相去訓息 他曾經發過菩提心 但是現在退度了 那麼他現在就變身穩 但是他過去的菩提心沒有失過 沒有 雖然沒有失去 但是他現在就變成是身穩 那所以並不因此說 一切眾生是菩薩 要發菩提心才名為菩薩 所以有菩提心才叫做菩薩 所以我們說 那麼如果你沒有菩提心 你就不能叫做菩薩 就算你證了阿羅漢 你斷了煩惱 你也不能叫菩薩 就算你非常的慈悲 能夠犧牲自己 那麼你也不能叫菩薩 我們說像德雷莎這種 那麼非常的慈悲 照顧那麼多人 那麼我們頂多只能說 他有菩薩的心腸 但他不是菩薩 因為他從來沒有想過要成佛 他沒有想過要成佛 他只是為了榮耀上帝 所以我們可以說 他有像菩薩一樣的心腸 但他不就是菩薩 因為他沒有菩提心 沒有成佛的意願 沒有 所以要發菩提心才名為菩薩 菩薩是犯與菩提撒度的簡易 意義為絕有情 他並不是說他是覺悟的有情 而是勇猛求正覺的有情 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說從上求菩提 就是下化眾生得名 那所以也可解說為求大菩提的有情 那一般來講就是永遠求菩提的有情 有時候就翻作大道心眾生 大道就是要成佛 成佛之道就是大道 有這個要成佛的心 或是大道心的眾生 永遠求菩提的有情 有這個成佛大道的心的這個有情 眾生 那所以他這裡講 求大菩提的有情 簡單講 發了菩提心就是菩薩 菩薩是修學大乘道的通稱 從初學 久學到最後生菩薩 真是淺生幻類 就非常非常地多 那我們一般來說 一大智能裡面講 簡單地說菩薩分作四類 從最開始叫做初發心 這是最開始的 那麼到九修學 那麼這個是凡夫菩薩 凡夫菩薩 那麼阿比八字一生不出 這個是聖者 一生補出 有時候我們叫做等絕 那阿比八字有時候 我們就把他叫做 正無聲法人的菩薩 那麼這個是聖者 聖者菩薩 聖者菩薩 那麼這中間從初發心 到一生補出 一生補出過來就成佛了 那麼這中間有非常非常多的差別 那一般大生把它分成五十二個結位 就從初發心到一生補出 十信 十柱 十信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到這裡十地 那有些說七地正無聲法人 有些說七地正無聲法人 有些說八地 有些說初地 那十地 那到第十地後面有等絕 那這個就是廟絕 所以這中間有五十一個結位 第五十二個結位 廟絕就是佛 就變成這樣 十信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那這個有些說初地 有些說七地 有些說八地 那不管 反正就是登地的菩薩 阿比拔治 那這個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差別 所以他這裡說到 淺深萬淚 從初學 久學 初學 初發心 到久學 久休息 到登無聲法人 這個是聖者的最初 這個叫做聖意菩提心 這個這裡的菩提心 叫做世俗菩提心 初發心的菩提心是世俗菩提心 世俗的菩提心而已 世俗的菩提心是會退會轉的 會退會轉的 會退轉的 因緣不好就會退轉 甚至會成為敗壞菩薩的 後面會講 到了阿比拔治就不退轉了 阿比拔治是不退轉的意思 然後不退轉 他就叫做聖意菩提心 真實的菩提心 真實菩薩 那這裡的世俗菩提心 這個只是名字菩薩而已 這個才是真實菩薩 要正的無聲法人才叫做聖意菩提心 是真實菩薩 還沒正無聲法人以前 會退的會退轉的 所以他這裡講到 一般人總是想到觀音等大菩薩 我們有五大菩薩 西藏的也是要來更多 總之菩薩 非常多菩薩 我們基本上是五大菩薩 觀音菩薩 還有文殊菩薩 地藏菩 還有弥樂菩薩 是五大菩薩 如果修西方淨土的 基本上就是觀音菩薩 跟大四智菩薩 所以他這裡講 一般人想到都是大菩薩 這才不敢自稱為菩薩 其實我們習慣也講菩薩 菩薩 菩薩 我們都習慣講菩薩 即使是凡夫 我們也都是 比如說在佛堂裡面 也都是菩薩 我們都會自稱菩薩 不是自稱 就是會稱人家叫菩薩 那其實這樣的習慣 其實是告訴你 你要發菩提心 其實是這樣 叫你菩薩 就是叫你要跟菩薩學 要發菩提心 不過因為中國佛教 基本上是大聖佛法 這強調其實重在發菩提心 那麼出發心菩薩 雖還沒有大勾得 可是已經是一切眾生的上手 就是眾生類裡面最優等的 最上的 那不但為凡夫 就是即使凡夫中的上手 是發菩提心的人 那而且為二聖聖賢所尊敬 就算他充滿煩惱 但是他發菩提心 這一種 這一種宗教情操 都為已經斷煩惱的 阿羅漢 僧文 出國 二國 三國 這些所什麼 所尊敬 因為了不起嘛 你能夠這樣做 我做不到嘛 所以為二聖聖賢所尊敬 經中比喻為 導師又引進了 他有三個比例 不止 一個是王子出生就為齊年的大臣所尊敬 這是第一個比例 第二個 獅子兒出生就為百獸所未敬 這是第二個 嘉靈貧結鳥在暖雀中 就是暖殼 這個因是念雀 但是其實是殼 殷生就勝過了一切的鳥類 這是第三個比例 第四個比例是 心悅的為名為人所愛盡 菩薩發行以來就是這樣的 可尊可敬 大菩薩更是不用說了 好 那這個比例我們還是把它引出來 就導師這個比例 就是那個獅子兒那個 那個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其他的大概就是他字面上的意思 我們看 他說第一個 經中比例為 第一個 王子出生 為齊年的大臣所尊敬 他總共有四個比例 第一個是王子出生 為齊年大臣所尊敬 齊年就是年紀大的 齊年大臣所尊敬 好 那這個是引是哪裡呢 我們可以講 這個是基本上是引保基金的 跟大制度論的 導師常常引大制度論 那麼我們先講大制度論 大制度論也是引保基金的 我們再來引保基金 來看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如保頂金收 保頂金就是保基金 他有時候叫保頂金有時候報保基金 那麼轉輪聖亡少一子不滿千子 我們從這個引用裡面也可以看到 我們從這個引用裡面也可以看到 這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來看 他說如保頂金說 轉輪聖亡少一子不滿千子 雖有霸力諸天世人手不歸重 雖有霸力諸天世人手不歸重 轉輪聖亡少一子不滿千子 轉輪聖亡是統領四大洲的 我們可以說世界之亡 如果這樣來看 但是我們從事實上來看 從來沒有過世界之亡 最接近的大概像陳吉思汗 或是這個另外歐洲有一個 叫做什麼國王 不是納坡人 納坡人小 征服整個很大片土地的 一個叫什麼國王 我忘了 亞歷山大 亞歷山大對 就是亞歷山大跟陳吉思汗 他的國土算是非常大 亞歷山大好像年輕就死掉了 但是他征服的國土也很大 那麼陳吉思汗大概是有史以來 征服國土最多的 但是也沒有世界之亡 也沒有 如果依事實上來講 大概就是統領整個印度的國王 可以這麼說 雖有大力諸天士人所不貴重 是轉輪聖亡 印度的轉輪聖亡大概可以像阿裕王 阿裕王大概是一陣法 耶穌是轉輪聖亡 有真轉輪聖亡種 有真轉輪聖亡種 我們先來看大師徒論的解釋 有真的轉輪聖亡種 那轉輪聖亡有所謂的有三十二下 那還在肚子裡面當然還不知道 但是天人知道 因為他要入灘 那天人就知道了 出壽七日 變為諸天守貴重 變為諸天守貴重 所以則何 999人不能視轉輪聖亡種 999人 也有一千人嘛 那 這個一千人裡面 前面999個都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轉輪聖亡像 那就是他沒有辦法繼承轉輪聖亡位 不能成為下一個轉輪聖亡 999人 這個是大師徒論說的 不能視轉輪聖亡種 999人 令得二世樂 轉輪聖亡就是讓這些人 那因為他行政法 行政法 那 第一個 這一世得快樂 那大家都行上 哪一次又得快樂 就是這樣 就是令得二世樂 是雖在胎 必能少周聖亡 這個其中一個 雖然還沒出生 還在肚子裡面 但是他有轉輪聖亡像 是雖在胎 必能少周 就是他未來能夠做轉輪聖亡 世故攻進 這個是 鳩摩羅斯翻的大制度的裡面 這是榮蘇引寶鼎金 那寶鼎金就是寶濟金 那我們看寶濟金怎麼說 那麼他引的這個棋子 就是寶濟金 引的就是寶濟金 那寶濟金怎麼說我們看 譬如轉輪聖亡而有千子 未有一人有聖亡像 這一千個的裡面 都沒有一個有聖亡的像 聖亡於衷不生之像 因為不能繼承亡為了 如來一耳 佛也是這樣 他在講這個僧文非常多 雖有百千萬億眷屬為了 應該講到菩提心了 昇文眷屬為了 昇文眷屬為了 如來於衷不生之想 譬如轉輪聖亡有大夫人 大致論劇是有贏這個的 大致論劇是有贏這個的 那我們看其中的差別是什麼 那導師應該是贏大致論的 那也是有保育基金 他說這個 懷孕七人 懷孕七人 有大夫人 王后 世子具有轉輪聖亡相 豬天盡重 那這裡是在講這個主題 過於諸子 這個還沒出生的 那麼大家對他的 問題還沒出生不知道 但是豬天知道 所以禁重這個胎子裡面的 還超過那些已經生出來長大了 過於諸子 其生力者 就身體大的 然後有力的 就是長大的 所以者何 來講為什麼 重點就是菩薩才能成佛 那麼身穩圓簡 就算他已經斷性煩惱了 但是他沒有要成佛的心 沒有要成佛的心 那麼他就不能度很多的眾生 那麼這些凡夫 他發了菩提心 他未來可能成佛 一成佛就可以度很多的眾生 重點在這裡 所以這些凡夫 雖然還不具有力量 甚至還沒生出來 還只是個醒而已 但是他就為豬天所尊重 所以說走以走何 是胎王子必少尊位 胎中的王子 是胎王子必少尊位 未來生出來就可以繼承王位 那菩薩發佛的心 一旦正無身法人 然後就算就是被生出來 那麼一定可以怎麼樣 一定可以成佛 其實是這樣 那是胎王子必少尊位 所以我們叫做少榮佛種 季聖王種 出發心菩薩易如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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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主诸菩萨根 就是还没有聚主菩萨的功德 就是你刚开始发现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大堆烦恼 但是你有想要成果的心 这个就很殊胜 那么如胎王子 这个王子在胎里面 有一些根 就是他的六根都还没展齐 可能都还没聚主 诸天神王 身心尊重 过于八解大阿罗汉 敬重这些触发性的不少超过那些大阿罗汉 得八解脱的 八解脱就是已经正的 正的这个念性定的阿罗汉 就是我们叫做拒绝脱阿罗汉 所以则 不断佛种 不断佛种 然后他后面就讲到 这个譬如 这个就是这里的 为齐年大臣所尊重 但是他前面是有这个文 譬如大王夫人生子之论 因为还在胎里面 这些大臣是不知道的 他是为诸天所尊重 生出来之后 那么有那个像 比如说释迦佛生出来 就请人家看像 这个有以后要不是做法王 就是做转人圣王 那么大家都很尊重他 像这样 生子之日 那么小王群臣接来拜业 菩萨义 这里都在讲 发菩提心的书胜 出发心识 诸天世人 皆当礼尽 那这个是只是第一个批语而已 王子出生 旧而其免的大臣所尊敬 那么大致多人是说 尹保顶经 保顶经就是保基经 那保顶 他这里讲 转人圣王少一子 不满千子 那这里其实他是说 有一千个子 但是这一千个人里面 都没有一个 因为已经生出来了 都没有一个圣王像 所以基本上大概差不多一样 但是这里就是他只有圈子 那这里讲的是 这个一圈子里面没有一个 那么胎里面这个才有 大概这个是 这个是第一个批语 因为导师是看过很多的 那我们把导师看着 再重新看一次 然后知道他为什么 他在说些什么 那么第二个弊 第二个弊是 从第二个第三个 这个都是引华元经的 第四个还是引保基经的 就是第一个跟第四个弊义 都是引保基经的 那么或是第一个弊义 还有大致多论 但是基本上引经的话 就是保基经 因为他写经嘛 那就是保基经 第一个跟第四个弊义 是保基经 第二个跟第三个 第二个是华元经 不过第二个就有点不一样 他说狮子而出生 为百兽所未尽 那么如果我们从事实上来看 这个小狮子 其实一般的动物也不怕它 因为动物小的时候 其实一般人不会害怕它 它的原文是这样 我们来看 导师可能是就是从 从这个里面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样 狮子儿 这是导师说的 狮子儿的出生 这是小狮子 一般都是写这个狮 不知道他写没关系 狮百兽所未尽 不过小狮子 刚出生也要父母保护 不然也会被其他的动物吃掉 那华元这个是引华元经的 我们看华元经怎么说 这个是引华元经 意思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华元经在讲菩提心的时候 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比喻 其中有一个是关于狮子 小狮子的比喻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如大狮子虹 他们都写这个诗 如大狮子虹 就是狮子虹 小狮子文皆惜涌见 小狮子虹 小狮子文皆惜涌见 一切禽兽 远避串伏 但其他的动物 不管是鸟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就一切禽兽 听到这个大狮子在喻 远避串伏 就会逃跑 但是小狮子听到 不但不逃跑 而且会振奋 这个串丝下面一个数 那么这个在说明什么呢 这笔佛狮子 佛说法 那么诸菩萨等若文 赞叹葡萨新生 赞叹菩萨新生 掌扬法身 望见众生潜伏退散 这是华语经的原文 在讲到小狮子的时候 就是闻到这个菩提 这个小狮子 就是菩萨 就好像 这个菩萨发菩提仙 听到佛说 这个发菩提仙 要显入六度四射 这个菩萨 非常的赞叹 这个就好像 这个出发菩提仙 就好像小狮子一样 那么学习 跟这个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事实上 小狮子也不太会为 就是一些大的动物 其实因为它没有那种 还没有那种能力 所以其实也不太会 因为这样 害怕它 这个是华语经的原文 这个是第二个比喻 第三个比喻也是华语经 嘉林萍且鸟 在卵壳中 因生胜过的一切鸟类 那这个是华语经 讲到 智论也有说 那华语经也有说 这个说到 菩萨摩侯上 虽未出身 虽未出无名可却 说法论意之因 那么胜于生文 辟之佛局诸外道 华语经是这么说的 我们看 我们把这个讲 这个第三个比喻 嘉林萍且鸟的比喻 第三个是嘉林萍且鸟的比喻 嘉林萍且鸟出生时 在壳中 这个是壳了 壳中 那么阴生胜过一切鸟类 阴生 生 与尿尿 好 那这个是第三个比喻 那华语经它是这么说的 我们看华语经 大致论跟华语经都有 那我们看华语经的说法 他说眼镜嘛 他说嘉林萍且 一样嘉林萍且 前面是一样 嘉林萍且在壳中 有大势力 还是写好了 把这个写完就好 暖雀 暖雀就是暖壳了 这个雀很难 它其实就是壳的意思 你就写壳就好了 有大势力 一切诸鸟所不能及 菩萨摩摩萨亦复如是 他在形容 这个壳就是生死壳 以生死壳发菩提心 就是在生死壳中发菩提心 所有大悲功德势力 虽然还是反复 但是发菩提心 他的大悲心 大悲功德势力 就胜过一切的 身文元解 身文元解无缘其的 另外 这个是华严君的说法 那大致论也类似像这样的说法 不过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我们把这个大致论的说法也讲一下 一下子而已 大致论的说法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把它对照看 他说如嘉陵平且描 在壳中不出 这个却就是壳 看壳中不出 还在壳中的意思 壳中未出 不是不出 壳中未出 未出来 发生为妙 所以导师应该是演大致论论的 不过大致论论演的是华严君的 发生为妙 圣鱼与鸟 菩萨摩托萨亦复如是 虽味出无名 unchanged 还没有断无名 虽未出无名可 说法论义之音 不太一样 他这个是说大悲功德势力 说法论义之音 胜于声闻辟之佛及诸外道 那这个是第三个 佳林评写在这个壳中 音声就圣灵鸟 那基本上是应该是 尹大致论义之音 我华林评写他是这么说 好 那他总共 尹了四个秘语 第四个我们下次再来说 是心悦的唯名 这个是尹宝季经的 好 我们今天先想到这里 好 大家合掌回乡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尹宝从手 Shouldn't 兹 误